3 2 1 请翻转 桃园市长张尚振和志工队青年 站在台上双手笔赞揭开序幕 这次桃园市青年局在疫情过后 重启国际志工服务计划 结合桃园大专院校以及民间团体 一共8组 约有70名青年组队 预计在暑假出发 前往6个海外国家偏乡地区服务 大力挥舞旗帜 每一支队伍都代表台湾 即将启航到国外偏乡社区 进行物资服务 包括儿童营队 议诊 卫生教育 毒品防治 议文交流等多元服务 不只是平常培养我们很多 公益团体或是学校 对他们的志工进行培训 今年我们还补助他们到国外 去做一些志工的活动 远到印度 最近的也有到马来西亚等等 透过我们这些志工队 青年的活力跟爱心 同理心 他们可以把我们台湾的温度 带到这些国家去 亲自到场为青年志工加油打气 张善政表示 前往服务的国家 卫生环境和治安可能不尽理想 年轻人也能在过程中学习 除了到当地一诊 也会从教育着手 缩短城乡 知识落差 预计会有1800名海外学生受惠 透过青年志工 让爱跨越国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